和艺人纳豆恋情曝光后 知名度跟着提高的小魔灵千佑 日前在脸书发表22K说本想讨拍 却意外掀起网友比赞 网友义愤填膺的就是这句 现在的年轻人整天喊着22K 说政府政策的问题 自己却没有想过是不是自己能力不足 领22K没关系 重点是你服务还那么差 正为现在的年轻人感到感叹 被批奥克耍大牌还有公主病 网友也指出这篇po文 措字连篇与法矛盾 暗讽林千佑头脑简单 连领22K的资格都没有 现年22岁的林千佑 讲了这句 正为现在的年轻人感到感叹 更被质疑你不也是年轻人吗 敢这样装老卖老啊 事发后被要求道歉 林千佑又以一句 哼谁会道歉啊 轻蔑高傲的态度 让这场暴风雨 像是永无放晴的一天 越演越烈 眼看雪球越滚越大 一发不可收拾 敌不过网友贯报的谩骂留言 最终还是道歉了 而当时员工也传出 被革职惩处 亚洲登场的男友纳豆 脸书po文表示 没有要帮谁解释 关于千佑的失言 这是他要自己面对的 但是真相不能被扭曲 那我员工真的没被革职啦 私下接受访问时说 这样的态度真的很挑衅 不管是谁看 都会觉得很傲慢 事情最终演变到 网友要抵制纳豆 新开的韩式烧烤店 只能说选错女友 就会祸害到自己啊 YES娱乐新闻中心台北报导